德国军舰不通知中国就穿过了台湾海峡 遭中方两艘军舰的包夹伺候 真的是敌意满满吗 在很多人眼中 外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一定就是挑衅性的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 加拿大和英国这个几个国家 其实我们看到外国军舰是否具有挑衅性 还要看他的目的是不是为了给台独分子打气 再要看看其政府是否与中国保持友善的关系 虽然台湾海峡是国际水道 但是基于西方国家的军舰 前往日本也可以走西太平洋航线 因此许多网友将其故意穿越台湾海峡 看成是一种挑衅 那么如果德国的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又不通知中国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据德国媒体报道 时隔22年之后 两艘德国军舰于9月中旬通过台湾海峡 德国人还强调这次通过台海 不会知会中国 强调柏林视这趟穿越台海的行动为正常行动 9月13日 德国巡防舰及法兰克福号补给舰 进入了台湾海峡并开始穿航 而中国海军的军舰在所谓台海中线靠近台湾一侧 采用两件包夹的方式对德国军舰进行了欢迎 而台军的军舰只能远远看着 场面也是非常具有喜剧性 需要注意的是 德国军舰这次航行将是德国自2002年以来 时隔22年再度穿越台湾海峡 此前两艘德国军舰以法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及菲律宾 进行了联合军演 这些活动正是配合美国推进其所谓印太战略的一部分 正确看待 德国军舰通过台海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来进行思考 首先 德国海军受美国影响 试图通过台海来展示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德国政府不止一次的强调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是和平解决 那么他们对台湾海峡的态度则是拥有通行权 致力于建立以规则为本的秩序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将德国军舰的这次活动 看成是他们在为美国对华竞争战略进行的一次站台 第二 德国海军是否公开炒作也很关键 中国之所以对美国军舰通行台海不满 主要问题并非通行本身 而是美军一直在故意炒作 以形成一种向中国示威的态势 如果德国人能够在整个过程中保持低调 那么也有可能不会引发中国的敌意 虽然我军派出了两艘军舰对其进行包夹跟踪 但是双方的互动还是比较平和的 第三 德国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是否恶化也很重要 如果中德关系保持稳定 那么我们就要淡定的看待德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 毕竟这件事从法理角度来看也没有什么大表的 中国军力发展到今天 任何国家的军舰穿行台湾海峡都难以对我们构成威胁 我们根本就不会将这样的事件看成是威胁 保持强势思维很重要 如果德国政府只是在美国的压力下 需要通过穿行台海进行一次表态 但是以中国保持足够的战略互进 这么做也属正常 第四 德国军舰什么时候访华也很重要 中共与德国政府的关系好坏是一回事 是否能与德国军队之间进行一定的交流 也是未来的一个看点 我们千万不要把德国军队看成是我们的敌人 因为这么做正好中了美国人的阴谋 总体而言 理性的看待德国军舰穿行台海 不需要大惊小怪 我们要相信国家的判断力 也要保持强者心态 才能对未来这类事件给出正确的判断 因为以中国目前的军力而言 不要说德国的一两艘军舰穿越台海 就是把北约全部的军舰都派到南海 西太平洋对我们而言也不是事 因为人民海军 人民空军 以及我们的火箭军 完全可以对这些来到中国家门口的军舰 飞机形成碾压性的优势 永远远 söyle 感谢观看